马来西亚交通部昨天表示 今年1月受马来西亚政府委托的 美国海洋无限勘探公司 将于本月29日停止对马航370客机的搜寻工作 且不会有新的延期 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将公布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 但暂无确切的发布日期 而针对加拿大空难调查员拉蒂万斯的新书 有关机场操控飞机坠海的说法 曾主持澳方水下搜索作业的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官员比特弗利予以了驳斥 弗利说澳方分析过2016年6月 在坦桑尼亚奔巴岛找到的第二块金翼残片 认为金翼可能没有展开 另外通过分析时事客机向卫星传输的信号 可以推断飞机坠落前快速和加速下降 基于此澳运输安全局判断 飞机偏离航线后耗尽燃料 继而坠毁的可能性最大 不过弗利亚表示 证据显示飞机偏离航线是人为操控的结果 不是机械或电子设备故障所致 好